大马气候酷热 全国共有406个地区 特别是菜园、园丘、森林、草丛和垃圾厂 估计会因为腐植土过热而自然 政府将会在7个地点不云遭雨 因为这些地区的水位大幅度下降 包括吉达的吉达河与木达河 甲州的马里甲河 丹州的吉兰丹河 雪州的巴申河 雪州与霹雳边界的安南河 还有沙拉越的师妹捞窑河 大马武装部队和气象局将携手 在上述预计水位持续走地的地区 展开不云遭雨的行动 副首相纳多斯里·阿摩扎西说 若我国气候过于酷热 政府将会准备颁布紧急状态 一旦颁布紧急状态 国家安全理事将会启动第20号指令 他说我们正在全天候观察 如果有紧急状态我们才会宣布 但目前还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